废羊羊算是年轻小羊中比较壮硕的羊 性格直爽很有责任心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直男废羊羊的六种形态 哪一种是你最喜欢的 第一种洗废形态 利用合体手套 洗羊羊与废羊羊融合为一体 这个形态下的废羊羊特别帅气 不仅拥有自己的力量 还有洗羊羊的速度 简直就是完美的化身 对战灰太狼时 轻轻松松就把他给打败了 灰太狼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看到眼前一个大手 洗肺形态果然永远的神 第二种超人形态 费羊羊穿上了慢羊羊新发明的超人套装 能提升是十倍的能量 是真正的超人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看起来也是特别的帅气 与灰太狼的机器人对战时 费羊羊的爆发力超强 本来就力量很有优势 可以发出无敌光线 瞬间将所有机器人摧毁 当爆炸响起时 灰太狼都瑟瑟发抖了 第三种骑士形态 穿上了铁甲和披风 这样的造型特别炫酷 一看防御力就很强 应该是刀枪不入的存在 费羊羊举起旗帜去讨伐灰太狼 想要成为羊族新一代的英雄 结果出门太着急 他的武器给忘记带了 费羊羊逃跑时意外摔跤 灰太狼想吃了他 结果磕掉了牙 这么个铁疙瘩根本就没法吃 灰太狼最终还是逃跑了 第四种铁锤形态 费羊羊面对恶龙大军时 能将一百吨的铁锤变成一千吨 一锤就足以横扫千军 恶龙大军被一锤团灭 在实力巅峰时 费羊羊的铁锤甚至能达到五千吨 这个形态的费羊羊确实很无敌 第五种疯狂形态 变疯狂的费羊羊有一种黑化气息 看起来确实很厉害 灰太狼利用千羊斩的牙操控了小羊们 让他们全部丧失理智 费羊羊情况最严重 看到羊就想咬 看起来还是很吓人的 费羊羊本来力量就大 一般人真不是她的对手 到最后只有洗羊羊是安全的 第六种猫化费羊羊 这样的她与之前变化很大 明明是钢铁直男 可她现在却有点碎嘴和矫情 不过模样可爱了不少 在这六种形态中 你最喜欢费羊羊的哪一种形态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陶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